来看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一位22岁的安徽少女在北京的离奇坠楼身亡事件 现在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原因是许多北京市民不相信这名正直花样年华的女性 是像北京公安局所说的自主坠亡 引发数千民众游行抗议 目前北京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力 甚至还用直升机来进行维稳 安徽当地媒体9号前往袁丽雅的家乡 卢江县采访 一瓶如洗的家中 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电冰箱 袁丽雅的父亲身患晚期癌症 每个月都要靠打针控制病情 牵着父亲的手 22岁的袁丽雅早早就担起家庭的责任 一个人在北京打两份工 得知他最楼身亡的消息 家人说 不敢相信 乐观又坚强的他会跳楼自杀 袁丽雅的母亲和男友都曾要求查看事发期间的监控录像 但遭到警方拒绝 官方随后宣称 死者家属同意跳楼自杀的死因 不满警方的处理手法 5月8号 数千名在北京务工的安徽同乡上街抗议游行 警方则出动大批武警 特警直升机 装甲车现场维稳 还有内部人士曝光 北京市网管办和北京市宣传部都下令 限制报道关于袁丽雅以及北京游行的消息 5月9号 一家安徽地方媒体的记者前往袁丽雅家中采访 他说当地派了不少园警在死者家中 声称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维稳 目前 袁丽雅的父母和奶奶已经前往北京处理后事 淡淡的笑容已成追忆 这位年轻的女孩离去 唤起众多民众的同情 而官方不公布任何证据 一味压制封锁的处理手法 也再次成为众矢之地 新唐人记者林兰综合报道